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只有这种方式 原来有航天飞机 现在也没有航天飞机了 只有这种方式了 但是对于人类来说 真正最有效的最好的上太空的方式就是空天飞机 换句话说就是下飞机可以从地面的某一个机场起飞水平 通过跑到滑宝起飞 起飞了以后它可以不断的加速不断的爬升 一直飞到太空 然后把人送到空间站 然后这架飞机再返回地球 再飞到地面在机场上降落 这是最惊奇 可航空可航天 对 就是可航空可航天嘛 是吧 就是空天飞机 那么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同时 就是相当于要同时既要研制 既要对于航空的科技是一个开拓 又对航天也是一个开拓 是吧 所以说对于中国来说 航空和航天也在共同的一起合作 来研制这种所谓的空天飞机 这张图片里面提到的这个叫腾云工程 实际上就是一个子母机的概念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大飞机背上飞一个小飞机 小飞机相当于就是航天飞机了 那个大飞机就相当于那个火箭 相当于这个大飞机背着小飞机从跑道上起飞 然后到飞到一定的高度 把那个小飞机释放出去 然后这个小飞机再进一步的爬升 飞到太空 这样玩 这样玩 OK OK 这是目前的玩法 但那个小飞机能回来吗 可以是不是 可以回来啊 它可以自己再返回这个机场 返回机场 然后再把它再背到这个大飞机的背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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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目前的玩法 将来就是要实现就是一架飞机 不要不要用两架了 就是一架飞机 直接从地面能够飞到太空 那么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 因为它在不同的那个环境里面 它使用的这个动力是不一样的 你在地面它可能要用这个 普通的那个飞机用的那种喷气式发动机 飞到一定的高的 飞到一定的高度一定的速度以后 它可能就要用压燃冲压发动机 是吧 再更快的速度 就要用超燃冲压发动机 最后到了太空 它没有空气了以后 它可能就要用火箭了 那就是组合动力发动机 它能启程这种航空飞机 就是这样子来用 那么这是最终的目标了 目前来说还只能是做到这个子母机的这种概念 一旦实现了这个空天边际以后 那么就是人要在上太空的那个成本就会低很多了 便宜很多 而且可以航班化 我可以比方说我每个星期飞一次 航班化好酷喔 对就航班化运行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 所以未来星际旅行搞不好就变可能了 然后去月球旅行这样 我后面会讲到星际旅行 后面再慢慢讲 不好意思 我这个叫破梗 不好意思 来来来 剧透剧透 来你继续 再下一幅图片 下一幅来来来 你既然有 既然有空天飞机有这种航班化的这个太空的这样的一飞行 那你在太空里肯定要有一个足够大的一个空间站 要不然你这就十来个人 你的空天飞机每个星期飞一趟 那也不好玩啊 是不是也没什么用啊 所以说中国目前已经开始 千米级的巨型航天器 就是千米级的 就是那个要比这个目前的这个国际空间站 这个要打得多 那可能就是重量可能 总重量要超过一千吨以上 那个它的那个长度要超过一千米 一公里那么长 那太空飞 然后这样子它的那个空间才足够大嘛 它里面容纳的这个宇航员才足够多嘛 那这个时候你的空间飞机就有用处了 与此同时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行星际旅行 对吧 星际旅行 如果你从地球上出发进行星际旅行 那你在摆脱地球引力 这个用的这个燃料就太多了嘛 那不划算嘛 如果你在进行轨道有这么一个巨型的航天器 是不是 它本来就是已经摆脱了地球的这个引力了 也不能说摆脱了 就是它至少这个环境 它就没有那么那么强的引力 你可能不需要太大的这个动力 是不是 就可以从这个通过这个地方出发 进行星际旅行 那么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就是 可以飞的距离就更远 就是一个太空的中继点了 等于是这样 对就相当于它是一个中继站 从这里出发 它就可以飞更远 总的来讲这个目的 实际上研制这个东西的目的 就是再下一张图 在下一张图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这个空间飞机 到了2045年的时候 它要全面地达到这种 你看可靠性要达到就是99.5% 重复使用次数要超过100次以上 然后单位载货的成本 要降低1到2个量级 换句话说就是说 现在的成本好像马斯克的那个 每千克好像是多少美元都忘了 就是降一个两个量级了 就是相当于变成多少美分 嗯 每每每每千克的重量的发射成本 嗯 就是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而且周转时间就是12个小时 它就可以往返一趟 嗯 就是这样子 哇 就是到这种程度 到那个时候可能就是 真的太空旅行就跟 就跟坐飞机是一样的 对啊 12小时往返一趟 我们现在 现在从从从 就普通人在那里做得起吧 就从台北到南美洲 还超过12个小时 对啊 就是这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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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就是 然后你说到 对啊 对啊 你说到这个行星距离型呢 就实际上你看 目前马斯克他提到了这个火星 是不是 他也想移民火星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他们 他的移民火星的计划是单程的 是去不回 包括他自己都是只去不回 为什么只去不回 为什么只去不回 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回 他回不来 他没有那个能力 就是即便是人类 目前以马斯克或者是NASA 造出来的最大最大的火箭 也只能说单程把人送过去 他回来就是没有 没有足够的重量 能够运载回来的这个火箭 回来的燃料 没有足够的动力 火星上不能收集燃料吗 说得好 这个就是说到重点了 我很会扑梗 好来 继续 这也是中国航天 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火星的大气里面 主要的物质是甲烷 甲烷实际上和氧气混合在一起 是可以燃烧的 对不对 然后对于中国目前来说 我们就正在研制甲烷液氧发动机 而且已经研制成功了 80吨级的甲烷液氧发动机 将来如果要灯火 可能假设灯火成功了 那么就是在火星上 可能就地来收集这个甲烷 然后呢 所以就回的来了 然后呢 对又因为在火星上有水嘛 火星上是有水 有有有有 对对 通过电解水 通过电解水就可以产生氧气 嗯 对不对 嗯 那你这样就又有氧气又有甲烷 你是不是就有燃料了 哦 哇操 这样以后真的大家可以去火星 就是不要说移民火星 火星旅行 对不对 就是旅行你回的来 对 搞不好都都有可能 对于中国航天来说 对于中国航天来说 目前所有的计划 都是为了人类灯火 而且不仅仅是要去 还要能够去了再回来 哦 所以现在是中国航天的计划 就是人类灯火 而且灯火星 而且要去了还能够回 对不对 哇靠 对对 哇 这个实际上这个很难的 这个真的很难 你比方说现在很简单啊 现在地球上发射一个 发射一个探测火星的这个探测器 嗯 每隔两年才能打一次 原因是火星的运行的轨道 和地球运行的轨道 每隔两年才能靠近一次 嗯 对不对 那我必须要在最近的地方 我才能发射嘛 要不然远 距离太远的话 我发射的那个飞行的时间太长了 是是是 即便是在最近的位置发射 那么也要飞行七个月 从地球才能飞到火星 嗯 七个月 嗯 我们现在正在研制那种核动力的这种 就是这种 行星剂的发动机 嗯 就是用核动力 嗯 不再用 不再 不再靠这个火箭动力 嗯 就是靠核动力 嗯 然后用核动力发电 转换成这个 或者直接转换成工资 然后用那个霍尔推进器 嗯 这样子 它的飞行速度会非常快 嗯 嗯 要要做到从地球飞到火星 只要用一个月就可以飞到 哇 哦 那它的速度就会非常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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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飞行速度非常高呢 那么就又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你到了火星 你怎么减速的问题 嗯 你不能过快啊 你到了那个地方 你到了地方你得停一下来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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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 那你在火星的轨道上面 又得有一个这个空间站 能够让你对接 能够让你慢下来 对不对 你想一站直接到火星 那你就付出的这个燃料的代价 还是太大呀 嗯 你要减速你也用燃料的 嗯 对不对 嗯嗯嗯嗯 所以说 在空间就对接 然后从空间站再到火星 对 所以说这个整个 整个这个计划真的非常非常宏大 虽然我们现在 呃 国家航空局是没有提这个 咱们站人灯火的这个事情 是吧 虽然只只能叫远期目标 嗯嗯 是吧 而又并没有真正的落实到具体的方案 嗯 也提了很多种这种想法 设想 嗯 提了很多 但是呢 并没并没有方案 嗯嗯 没有方案不等于说不努力 嗯 就是我们所有目前做的事情 包括月球基地 都是在为了将来人类灯火做准备 嗯 你想 你要能够在月球 首先能够做做成一个 完整的基地 嗯 你将来才有足够多的经验到火星上去做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你那么多的建筑材料 你不可能你都带过去 都从地球上发射过去 那不可能的 嗯 你只能是用那种大型的3D打印机 送到那个月球或者火星上 嗯 然后就地取材 嗯 用3D打印的办法 把它做做做一个防止出来 嗯 嗯 怎么是这样子来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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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总的来说呢 这个这个就非常宏大了 就是这个这个计划 那可能我我我肯定是看不到的 你觉得你看不到的 嗯 我我我应该看不到的 我可能能看到的也就是这个空天飞机啊 2045年我还是可以 2045你可以啦 2045你可以啦 2045是空天飞机啊 那也仅仅只是灯火的一个一段交通工具啊 没有啦 应该是说你灯灯火灯不了火不确定了 但是可不可以登月啊 对啊 嗯 是不是啊 所以总的来说吧 好现在可以说结束语了 这个我在讲了一个多小时了 嗯 然后说一下结束语吧 就是我还是这个话吧 就是通过这些东西呢 也是可以反映出来了 其实对于咱们目前中国人 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国家力量来说的话 当它发展到现在这个状态以后 它的目标真的就是星辰大海 嗯 星辰大海不是说说的 是真的我们在做 嗯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来 后代在将来能够跟其他的国家说 人类自古以来在火星上有的地盘 那个地盘就是中国人的 嗯 就是这样子 嗯 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嗯 至于说什么两岸统一啊 什么台湾问题啊 那真的都是太小的问题 嗯 这个跟这个比起来 那算什么嘛 嗯 嗯 反过来讲呢 我觉得我觉得两岸统一呢 这个事情呢 还是要靠你 就让你这边要主动一点嘛 不要不要让我们这边 不要让我们这边总是 是吧 为这个事情经常挂肚 这个不好 知道吧 嗯 好啦那那不然怎么办 啊 我也就屁民一个 嗯 嗯 那我就尽力嘛 你不是有选票啊 你把那个 好啦 OK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约克 跟我们分享这个 好 航天 航天的这些 这些 这些计划 哇真的好宏大 我刚跟你聊天 我都觉得我 我好像又 又review了一次三题 你知道 哈哈哈 又好像又再看了一次三题 那个小说 我就觉得哇 嗯 嗯 感觉好好爽的那种感觉 好啦好啦 有的时候真的想到星辰大海 就觉得地球这些什么事啊 然后人与人这些什么事 就渺小了 真的真的就是这样 真的 真的是这样 好啦好啦 那那非常谢谢约克 那 那那个 欸 你 你要接网友call in 但是我还是我 我 我现在直接开 开场我下一个主题好不好 然后反正 等下直接一起接call in 行啊我挂的网上 反正你挂的 今天通过 好好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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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把你进麦喔 等一下 等一下网友要提问约克 然后可以提问约克 你要自己讲 也可以自己讲 因为 不是每个网友都是军迷 可以讲这些主题的嘛 有的网友可能只是想要聊聊天的 好 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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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